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你现在有一台施工机 你会选择回到哪段施工 如果让我选择 绝对不想回到16岁前的日子 16岁前的我 过着混混饿饿的日子 不是打架当时就是飘摩托 直到15岁那年 发生了一件让我改变惹生态度的事情 那些排在我心里第一的友情和爱情 统统都离我而去 而让我一直都不在乎的家人 原来一直陪伴在我身旁 这让我回想起以前 每当我在飘摩托的时候 我的父母们总是每隔一小时 打电话来催我回家 当时的我只要接到电话都会破口大骂 真的觉得他们很烦 凌晨三四点回到家里他们 总是坐在大厅里等着我 我都不想去理会他们 直接进房间睡觉 现在回想起来 我真的很内疚 我很庆幸 我安然的度过那些火瓶 那些比较多的日子 现在的我找到了人生的方向 找到了人生的目标 找到了存在的意义 我是Joran 我的人生 我做主